这个非洲猎人也太惨了吧 早上起来偷鸟蛋 被鸵鸟爸爸追着打 为了填饱肚子抓小鹿 最后不仅没抓到 反被暴性鸟嘲笑 口渴想喝水 还要和沸沸抢 论倒霉谁都不服 我就服他 雨季刚结束 非洲喀拉哈里沙漠一片祥河 动物们在河边享受着片刻的安宁 而在沙漠的深处 贯从人刚从睡梦中醒来 他们在组长的带领下 认真地做着早操 组长模仿动物的叫声和动作 让组人们猜是什么动物 谁猜得多 谁就是未来的组长候选人 组人们跃跃于世 而吃货胡子哥 心里想的却是 今天早饭点什么好 就在他陷入无限纠结的时候 组长模仿了鸵鸟 突然让他有了灵感 他决定今天早饭就吃鸵鸟蛋 于是他趁组长没注意 悄悄地离开了部落 来到了鸵鸟聚集的地方 他先用木棍和灌丛 伪装成鸵鸟的样子 再慢慢靠近鸵鸟蛋 鸵鸟爸爸就在旁边 默默地守护着 但是他似乎没看出来 这个没有毛的鸵鸟是假的 胡子哥趁他放松警惕 加快脚步直奔鸵鸟蛋 就在他快要接近蛋的时候 鸵鸟爸爸开始警惕起来了 胡子哥发现自己暴露了 连忙卸下伪装瞎鸭子就跑 这个时候 鸵鸟爸爸才发现 他是个偷蛋贼 他被胡子哥的行为激怒了 愤怒地向胡子哥冲去 想给他两个脚巴子 此时 没吃早饭的胡子哥 实在是跑不动了 他捡起地上的树枝 就开始和鸵鸟爸爸干架 就在他们打架的时候 窝底的蛋开始孵化了 没有人欢迎他的到来 因为他的妈妈正在河边和小姐妹妹游泳 而他的爸爸还没有结束战斗 孤独的小鸵鸟只好一个人去找朋友玩 然而 他被一只饥饿的猎狗盯上了 他一步一步朝装死的鸵鸟走去 小鸵鸟害怕地发出求救声 战斗中的鸵鸟爸爸听见孩子的喊叫声 二话不说赶紧去解围 他飞快地跑到孩子身边 赶跑了猎狗 最后带着小鸵鸟安全地回到了家州 胡子哥的早饭就这样跑到呢 但鸡肠碌碌的他 哪会这么容易放弃呢 他打算用动物骨头和木头 指成剑刺杀一头小鹿 然而 他的剑只能刺杀三十部以内的猎物 他悄悄咪咪靠近鹿群 就在他准备放剑时 树上的暴性鸟却发出了暴警声 接到信号的鹿群拔腿就跑 胡子哥即将到手的鸭子又飞了 他平生最讨厌的就是暴性鸟 因为它们通常以破坏猎人的捕猎计划取乐 暴性鸟会时刻盯着猎人 只要它们靠近动物 它就会立刻发出警报 告诉动物们赶紧跑 饥饿的胡子哥又得重新找捕猎了 它来到了鹿群吃草的地方 但它不知道的是 暴性鸟也跟着过来了 等它再次举起弓箭的时候 暴性鸟又发出了警报声 鹿群再一次跑开了 这一次胡子哥彻底被激怒了 它怨恨的盯着暴性鸟 此时它的脑子里谋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转眼间 胡子哥就燃起了木堆 做起了烧烤 十里八乡的人都闻到了肉香味 看嘛 做鸟不能太得意 不然会短命 狗急的还会跳墙 更别说是饥饿的猎人啊 饱餐一顿的胡子哥 悠哉悠哉的在沙漠里散步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它突然停下脚步 蹲下来跑土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宝藏吗 很快它就挖出了一个球状的梗 它这是要干嘛呢 只见它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个锋利的木片 用它消去跟进表面干枯的外皮 再切下一些果肉 然后抓起一把往嘴里滴了几滴水 原来是口渴的呀 没想到还可以这样喝水 这种取水方法 是在几万年前被发明出来的 当时的人们 主要是为了适应卡拉哈里沙漠 才出此下策 没想到却被沿用至今 但话说回来 这几滴水哪能解得了渴呀 胡子哥开始想其他的办法 它临机一动 一般有沸沸的地方 附近就会有水源 但是按照沸沸的德性 肯定会打死都不会说的 胡子哥为了能喝到水 打算套路一下沸沸 他先在树上挖一个洞 挖的同时 要确保沸沸在看着它 因为沸沸对人挖洞总是很好奇 所以绝对会伤口 洞挖好后 胡子哥将野瓜色封进洞里 然后走到了一棵树后面 他知道自己已经成功地 勾住沸沸的好奇心了 虽然沸沸对人类并不信任 但是她的好奇心驱使着她 不停地往这边看 最终她还是忍不住走了过来 她真的很想知道洞里究竟藏着什么 飞飞飞奔过来 往洞里看了看 啥都没发现 干脆伸手进去抓 本想抓起一把就跑 可是洞口实在是太小了 手拿不出来的 其实如果飞飞懂得丢下种子的话 手就能出来 但是来不及了 在一旁等候多时的胡子哥 早已准备好了绳索 她将飞飞绑了起来 套在树下 这是活着飞飞的最聪明的方法 然而让她说出水源也不是那么容易 胡子哥伸了几块盐在地上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 贪吃的飞飞 误把盐当成了糖果吃 她双手拿起盐块 津津有味地吃着 完全忘记自己还被拴着 不一会儿飞飞就渴得不行了 她开始各种乱叫 胡子哥认为是时候了 她把飞飞放了 让她去找水喝 在这种情况下 飞飞根本不介意有谁跟着 她飞快地朝着秘密水源跑去 胡子哥也紧紧地跟在后面 跑了十几分钟后 飞飞来到一个洞口 洞里面果然有水 胡子哥来不及欣赏洞中美景 大口大口地喝着水 回到家里后 天也暗了下来 族人们也都睡着了 他们喜欢洗地而睡 睡觉的时候 头不着地 因为沙地里的一些小虫子 会爬进他们的耳朵里 他们会把肘插进沙里 把肩膀当作枕头 这种奇怪的睡姿 竟然也能睡着 佩服佩服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